白羊座 欸 老師也是白羊座 白羊座的運勢有三顆星 在上半年因為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所以我們白羊座的朋友可能會覺得 有點煩門 就是好像做什麼事情 好像都沒有什麼起色 但是你不要擔心 因為在五月中過後 木星會進入白羊座的本命宮 你會覺得說 怎麼有很多資源就是奇蹟似的到尾 甚至也會有很多的貴人來幫助你 而且桃花也會變多 所以白羊座的朋友 如果前段覺得說有點辛苦 你不要擔心 對 可是呢 因為土星 也就是我們說的雄星 還滯留在白羊座的人際關係公位 所以這段時間也要特別注意 五月過後呢 你要注意不要隨便跟人家合夥 或者是投資 會很容易寫等於歸喔 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 2022年 欸 你有四顆星耶 我看了都羨慕 就是2022年上半年 木星就進入到獅子的財博公位 就是很多錢 很多錢啦 所以呢 獅子呢 在2022年你在投資 尤其是你的偏財運方面 你可能會有驚人的火力 欸 趕快去跟獅子座交朋友 而且獅子座就是 我們出名的大方嘛 就是喔 你好厲害 好棒棒 他說 OK 這攤我請 沒有啦 獅子座不要生活氣會不會 所以呢 獅子座你可以 你2022年甚至可以去 可能買個彩券 都有機會中獎 這偏財運非常非常好喔 然後五月份的時候 水星會逆行在你的 人際關係公位 意味著說這個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些 喔 好像什麼 喔 五年不見的老朋友啦 來跟你寒暄 想跟你合作 他們有些呢 可能只是想來蹭上你的熱度 沾沾你的光 分一杯羹而已 所以我們獅子座跟朋友合貨 我們還是要看清楚 好 那2022年呢 獅子座的感情部分 你要非常注意自己 情緒上面的控管 如果呢 因為 有可能會 因為你的脾氣失控 有時候 喔 嚇起來了 那個翻 就是 整個翻桌有沒有 後來很後悔 但是會很容易讓你的 另外一半 萌生想離開的念頭 所以2022年獅子座 什麼都好就是感情 你要特別注意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進入到射手座 OK 射手座呢 今年有三顆星 OK 我們看到喔 木星在2022年 進入射手的家宅公位 也就是說你今年會很有那個 想要有一個成家 有自己家的感覺 不管是可能買房子啊 或是創建一個 自己的小窩 租的也好 買的也好 你就想要有一個那個 溫暖 溫馨的感覺 對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2022年上半年 就是木星與海王星一樣是 長時間合相在射手座 不好意思 這段時間呢 你會變得比較宅 就是你會常常就是說 喔 我就想待在家 我就不想出去 也是比較慵懶的狀態 所以工作部分 也要特別的注意喔 可能會因為 想要好好享受生活 然後你就 忽略的工作這一塊 OK 那同時間木星會進入射手的戀愛公位 所以呢 在2022年 其實射手的戀愛運勢是非常好的 你會有機會認識到一個 可以跟你一起開心玩樂的對象 就覺得喔 臭味相投 好像喜歡的東西 都差不多的 這麼樣的一個人 來讓你有機會可以穩定下來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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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